球瓶宗教練聊到說 實際上跟賽制沒有什麼必然的關係 主要是先巴投手如果都比較提前出狀況 確實就比較容易有一些風險 因為牛棚的投手呢 各隊的戰力都不是說那麼的穩固 嚴格講還是牛棚的戰力比較脆弱 對 那這也是台灣目前投手的跟朝鮮 大家都是一樣 不要講說是台灣 大家其實看日本 韓國也都是一樣 所以也都是往往以中先巴投手的 投到什麼一百多球 這時候 今天是又重新登陸在選手名單的黃仲義 這時候把責任就交給四個了 因為鍾家寶今天三次的打擊並沒有安打 守備的問題待會再煩惱就好了 黃仲義其實也有一段時間是沒有上場 不過最近因為包括葉君章 曾華偉 又有這些傷兵的出現 他上一回出賽已經是4月5號 當時最後一場出賽就是在陳慶湖隊的 綠雄隊四個打說他先巴打兩隻安打 現在上來是一個滿壘的機會 團隊 教練團 球員 三項責任自己扛起來 剩養滿壘的有兩隻滿貫打擊率也相當不錯 三成八七 這個球搭成了一個三點方向的界外球 球出現在形成了一好一壞 有經驗跟有責任的搭折 好 待會可能鎮達鴻來做捕手 鎮達鴻回來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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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變成了比較多了 先得分再講 先得分再說了 黃仲義說我蹲也行 然後只要能打回來再講 五比三 五比八 目前落後三分 牛隊的一個重要的反攻機會 在八局上半 面對對方的守護神黃俊忠 這次的時候 其實黃仲義的經驗跟選球能力 會帶給同樣是姓黃和黃俊忠 相當大的一個壓力 這場比賽真的是峰迴路轉 今天中家寶因為三次也都沒有安打 所以這時候換代打 黃仲義是伯二人選 三壘上徐國榮 二壘上陳志偉 一壘上是蘇建榮 這時候黃軍中也把節奏放慢下來 球數一號兩塊 這一球一棒落空 球得也叼啊 形成了兩號兩塊 看這個直插球 非常犀利 黃仲義代表了 甚至於是一個超前分 兩號兩塊 滿壘一出局 這一球能忍住 出棒變成兩號三塊 那今年呢 黃仲義之前有過兩場遭遇到藍綠雄隊 不過那都是四月初以前的事情 那兩場他都有安打 黃俊忠 對上 黃仲義 還滿黏的 這球 這球坦白講啦 不打也不行啦 也不太知道到底球會到哪裡去 破壞掉也好 形成了兩號三塊 關鍵還是 藍布洛湖會不會把它闖 因為畢竟 接近好球在的話 還是要想辦法去把它破壞掉 兩號三塊之後 黃仲義 本季的打擊率還是不錯 六個打出兩場打 三乘三三三 有兩個打電 壘上滿了 球數也滿了 這一球佐愛爺 放下的飛球也滿結實 佐愛爺說往後退 往後退 再往後退 也來一個 滿冠全力打 這太神奇了 這真的太神奇了 這是什麼樣的比賽 真的是太神奇了 兩邊的代打都很成功 黃仲義 今年個人第一次全力打 居然就是一隻 代打的滿貫 這在紀錄上也是非常非常 稀有非常珍貴的一項紀錄 九比八 黃牛部隊現在反而又超級了一分 黃仲義這一棒 跟狂牛軍獎 現在知道為什麼我當總教練了吧 真的太神了 有夠厲害 紅壽 真的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超簡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